那目前我有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留言推薦我說 去做一些奇特的融合 比如說像有玩家留言說 希望是頭跟身體是馬 然後腳是蜘蛛 這樣感覺比較不會變成怪物的感覺 然後他好奇問說這可不可以騎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先來放置我們的這個DNA 上面是馬,然後下面是蜘蛛 那這樣來判斷說他到底會是怪物呢?還是蜘蛛呢? 不過根據我們的經驗 我記得腳如果是怪物的話 他最後判斷好像也是怪物 不確定,那我們就直接啟動我們的機器 看一下我們生出來的生物 到底會往我們這邊衝呢? 好的,那我們影片就準備開始囉! Let's go! 好啦,好久沒有拍這個系列啦 自從上次只拍了一集之後就沒有拍了 然後後來發現 好像部分觀眾蠻喜歡的喔 那我們就來拍第二集 那目前我有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留言推薦我說 去做一些奇特的融合 比如說像有玩家留言說 希望是女玩家的頭 女玩家的身體加上魚的腳 這樣子呢,或許就可以變成美人魚了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地圖中好像 呃,應該說砍玩家應該不會掉玩家的那個 基因之類的東西喔 所以應該只能針對生物 那我有看到另外一個是關於生物的 是希望頭跟身體是馬 然後腳是蜘蛛 這樣感覺比較不會變成怪物的感覺 然後他好奇問說 這可不可以騎 那我們這一集就來想盡辦法去完成他的目標 因為我自己也挺好奇的 不過在值之前 因為我們的材料啊 裝備啊 其實都挺爛的 然後我們這個村莊附近 目前我只看到了一隻馬 欸不過這個村莊還有食物耶 我們需要多 欸其實我們蠻多動物的耶 那接下來其實我們要盡量種田啊 我先找 這邊就有小麥嘛 那我們就收成這邊的小麥 雖然說數量不多啦 但至少有 那我們到時候就可以拿來這個 養育我們的動物囉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需要找到 這個應該有點類似我的房子吧 給我用的 然後我需要找到熔爐地下 喔蠻多的 那這個就可以當作我的一個家 裡面怎麼有一隻熔猿啊 喔翻了一下箱子 裡面有一堆烤雞耶 一堆食物耶 天啊 我這樣餓不死了吧 那我先帶烤雞好了 那接下來是鐵錠的部分 我們需要想盡辦法去弄到 喔 村民也有賣那個DNA耶 只要拿綠寶石跟他們就可以換耶 喔 各種還有馬的DNA 其實我們這邊就可以直接跟他們買了啦 哇 豬布林的也有耶 好奇妙 這個什麼 地獄幽靈喔 哇 那其實我們只要湊到綠寶石就可以 可是我們現在要拿到綠寶石 我們要想辦法 拿 東西跟村民賣 但這邊的村民看起來 沒有收購任何東西的感覺耶 喔有我看到 八個綠寶石 不過是 翻箱找到的 好啦 那由於感覺上沒有很急喔 我們就直接開車出去 然後 呃 去尋找馬 還有蜘蛛 蜘蛛在晚上才會出現喔 啊這邊有一個村莊啦 就可以直接換一些 材料了對不對 那這邊就有農夫村民 那我們可以拿一些 胡蘿蔔跟他換錢 不過換的應該是蠻慢的喔 這邊有 三匹馬 好兩個吃了之後 他們會繁殖嗎 欸還是其實不是啊 喔我要用金胡蘿蔔金蘋果 哇那可能我去找一些野生的馬 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不然我很怕就是 到時候馬全部 周遭的馬全部 被我塗光 我很想留一些馬 所以我們現在也沒有 金胡蘿蔔金蘋果 那我們看樣子只能去挖礦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啟我們的 挖礦之旅吧 Let's go 喔 喔 喔 什麼東西 等一下 我 直直挖 我直接挖通一個生怪磚 有夠扯 而且還是 蜘蛛的 太扯了吧 嗨 各位蜘蛛們 嗨 不要 說好 說好不為歐 說好不為歐 等一下 我要用這個東西去打他 欸 我怎麼射到他 欸 有了有射到一發 兩發 欸有了有了拿到了拿到了 好我先插火把 我先插火把 看一下箱子有什麼 黃金欸 馬上可以做金蘋 呃那個 金胡蘿蔔金蘋果 欸那邊有火把欸 我有來這邊探過就對了 欸 好奇妙 總之我們現在主要要找到煤礦 或者是 呃鐵礦 欸這樣子我們 材料才會稍微比較夠一點 不然現在 挺窮的說實在 哇這邊好大一個天人洞穴喔 呃沒有看到什麼礦物 除了剛剛地板上有個鐵礦 我挖一下喔 只有 只有 呃有兩塊 嚇死我 我想說只有一塊 阿為什麼旁邊是那個 銅礦我不要銅礦阿 我只要鐵礦就好了 我只要鐵礦就好了 好了我們挖了 多少 欸12個銅礦 呃12個鐵礦 粗鐵 41個粗銅 應該叫銅礦吧 然後兩個紅石 然後4個蜘蛛DNA 3個苦力怕DNA 11個殭屍DNA 1個骷髏DNA 然後跟一堆奇奇怪怪的東西 然後十字鎊也爆了 我們就先回家 等一下 再來繼續統整一下這些東西 順便燒點東西喔 好 現在白天了 我做了一個新的鐵礦 因為燒了一些鐵錠 呃家裡應該也有3到4個鐵錠 現在總共應該八九個鐵錠 我們先不把它做成鐵製全套套裝 我們先放著 然後到時候這個蜘蛛生怪裝 我會把它用來變成生怪塔 小型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刷蜘蛛人DNA 就不用在那邊 呃到處找蜘蛛比較麻煩 然後我們現在先回到樓下 我們剛剛走到一個區域 我有看到金礦 但因為我剛剛沒有那個鐵鎬 就是這邊 我沒有鐵鎬 所以不能挖 剩下可以挖一下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黃金胡蘿蔔 或者做一些其他的東西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繁殖馬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讓馬跟那個蜘蛛結合 就很不錯 但為了避免這個金礦數量太少 所以我這邊可能還是會找一下 順便這邊有看到鐵礦 順便挖一下 OK 我挖的差不多啦 又要出礦洞了 挖了13個鐵礦 7個金礦 其實還不錯 然後挖了快一整組的煤炭 然後塗裝還遇到了一個殭屍村民 我們還拿到殭屍村民的DNA喔 好 我們現在回到家啦 接下來呢我們需要一些 胡蘿蔔 兩個吧 金胡蘿蔔 然後順便我們把我們的鐵錠拿去燒一下 鐵礦在這裡 然後我們順便再燒一下金礦 然後我們拿出我們的蜘蛛的DNA 然後跟金錠 我們來看一下喔 呃...黃金胡蘿蔔要... 呃...金力啊 那還好耶 那我們大概兩個金力 不是兩個金力啦 就是18個金力應該就夠了吧 有啦 這樣我們就可以有兩個黃金胡蘿蔔 去讓我們的馬可以生小馬 然後我們就可以屠殺掉其他的馬 但是比較麻煩的是因為這邊有三隻馬 而且位置都站在很近的位置 我會沒有辦法... 怎麼講呢? 呃...沒有辦法... 欸他們會...要生小孩了嗎? 啊不對我犯了蠢啦 要對馴服的馬按才有用啦 這邊不是馴服的馬 我...沒有 我沒有 欸這個馴服了嘛 然後那這一批呢? 欸這一批還沒馴服 OK我準備好了 兩個黃金胡蘿蔔 放下去 放下去 喔有了有了有了 Yeah Nice 然後再來我們把小隻的先牽出去喔 呃...我要先瞄準 射擊 有 然後再瞄準 射擊 好瞄準 射擊 欸還沒死啊 他血量比較厚 喔有有有有有 OKOKOK 這樣我們有馬的這個... 不過我要兩個馬 啊對 那這一隻也要打掉 好我們來到了我們的實驗室喔 這隻觀眾的疑問是 如果把上面頭跟身體都裝馬 然後下面腳的部分裝蜘蛛 他可不可以騎? 那我認為他的可不可以騎的定義應該是 第一 可不可以騎上去 就是我跟馬一樣正常可不可以騎上去 然後第二個是我騎上去之前他會不會攻擊我 那如果都可以騎上去以及他不會攻擊我 那我覺得系統判斷他應該就是馬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先來放置我們的這個DNA 上面是馬 然後下面是蜘蛛 那這樣來判斷說他到底會是怪物呢?還是蜘蛛呢? 不過根據我們的經驗 我記得腳如果是怪物的話 他最後判斷好像也是怪物 不確定 那我們就直接啟動我們的機器 看一下我們生出來的生物 到底會往我們這邊衝呢?還是隨機衝呢? 好了出來了 那接下來看到我們的 我們的蜘蛛馬 好像並不是怪物 但是 我 我可以騎他欸 但是 但是我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可以合成 等一下你在這邊等我一下喔 你在這邊等我一下喔 我看一下我可不可以合成馬鞍喔 好 紀念板好像馬鞍也還是不能 合成出來的樣子喔 那就很可惜啦 我們這一隻 蜘蛛馬 其實說實在是蠻酷的 總之我們這隻蜘蛛馬呢 它是可以騎的 它算坐在馬的概念上 所以我可以騎上去並且裝上鞍喔 那因為目前我沒有鞍喔 我先把它留著 那 觀眾這個 建議啊 給的這個留言啊 非常有用欸 那這樣讓我想到一個大膽的想法 如果我們之後把馬 裝在頭跟身體 然後腳 裝終界龍 那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它的腳會只有終界龍的一小節 還是會很大節 那如果 可以的話 我們可以把馬 裝在頭跟腳 然後身體裝終界龍嗎 然後它的身體就會變很大隻 然後我們就有點像在騎 終界龍馬的概念 非常的酷炫 好啦 總之我們這一集的生物融合的影片 就到這裡結束 蠻奇葩的一個地圖啦 這是一個紀念板上的地圖 如果各位觀眾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買來玩玩看喔 那如果你們想要看到下一集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說 你想要看到什麼樣的生物的融合 你可以留言 那或許我覺得有趣的話 我下一集會來做一下 不管是在short的影片 還是在我們的長影片的部分 也都記得可以留言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留下喜歡 訂閱加幫我們小鈴鐺 開通知 平日晚上六點發片 下次早上十一點 有興趣記得准收看我的影片喔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 那目前我有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留言 推薦我說 去做一些奇特的融合 比如說像有 玩家留言說 希望是 頭跟身體是馬 然後腳是蜘蛛 這樣感覺比較不會變成怪物的感覺 然後他好奇問說 這可不可以騎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放置我們的這個DNA 上面是馬 然後下面是蜘蛛 那我們就直接啟動我們的機器 看一下我們生出來的生物 到底會往我們這邊衝呢 還是隨機衝呢 好了 出來了 那接下來看到我們的蜘蛛馬 好像並不是怪物 但是 我 我可以騎它耶 你想要看到什麼樣的 生物的融合 你可以留言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留下喜歡 訂閱 加幫我們小鈴鐺 看中之平衡晚上六點發片 現在是早上十一點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